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一元是处在一个更合法地位上的一种立宪派力量的集结 就是立宪派力量 他在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场所 一个合法的地位上集结起来了 你说他们发挥着是吧 其他的立宪派难以发挥的政治作用 那么尽管这些立宪派一元 从帝国主义从封建主义是吧 还保留着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 各种各种方面的这种联系 还有一定的这个妥协性 那么但是呢 在当时中国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 什么历史条件 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国内政治极端腐败 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强大 法宁革命高潮即将来临 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条件之下 这些立宪派一元虽然具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性 但是他对清政府逐渐的失去信任 逐渐的失去信赖 采取比较激烈的这种手段或者途径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当时这个形势是吧 那么使得这个民族资产基金有可能是吧 同清政府在政治上产生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 有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这种手段 那么资产院当中这些立宪派一元 他们后来的一些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其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他们转向革命 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多讲几句 我们以这个资产院当中这个立宪派一元雷奋 还有其他的人为例 我们看一看这些立宪派一元 是吧 他们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 在当时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 一种特殊的政治作为 那么雷奋这个人呢 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 在日本呢 学习这个法律 那么这个雷奋回国之后 曾经担任这个预备立宪公会的干事 这个预备立宪公会呢 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个最大的立宪团体 这个雷奋呢 做这个预备立宪公会的这个干事 那么1909年 清政府设立资议局以后 雷奋呢 被选为江苏资议局的一员 那么由于雷奋在日本是学习法证 具有非常的这个这个 这个多的这种宪政知识 那么而且呢 他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 表示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他表现的很突出 因此这个雷奋 就被江苏资议局 选举为资政院的民选议员 那么在1910年夏天 就是资政院还没有开会的时候 各个省的资议局 那么到北京来进行请愿 那么这个雷奋 就是当时江苏资议局当中的 请愿团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那么江苏资议局当中的 还有一个人叫做孟昭长 他后来也当选了资政院的这个议员 那么就是说 在资政院当中的一些立宪派议员 在他进入资政院这个之前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非常能干的 一个立宪派的骨干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精英 那么在这个第一次资政院常见会结束之后 那么清政府在政治上 是吧 那么实行这个立宪呢 要一步一步 是吧 采取这种敷衍的态度 那么这个立宪派议员 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气馁 而退缩 那么这些立宪派 包括这个孟昭院当中的这些立宪派 那么在这个孟昭院会议协组之后呢 继续再进行组织工作 进行一些组织工作 要求继续进行 请愿的活动 那么这个1911年的5月 各省资议局 在北京第二次集结 那么准备要继续向新政府进行请愿 那么在这个 各省资议局的这个代表 在北京集结的时候 在1911年5月的时候 像罗杰等人 那么有十几个私政院的这个议员 参加了这次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那么这些人就提出来 立宪国家 重内阁之组织 由重总理大臣之任命 就是立宪国家 最重要什么呢 是要组建责任内阁 而责任内阁当中 尤其重视总理 内阁总理大臣 这个人选 人选的任命 他说作为立宪国家 最要之功利 立宪国家 立宪政体 最主要的一个政治原则 是什么呢 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 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立宪政体国家当中 这个皇族虽然很尊贵 很尊严 但是他是不能够做 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的 那么他们这个说法 很明显是针对着 1911年5月 清政府推出的这个皇族内阁 就是1911年 清政府推出的皇族内阁 其中很多内阁大臣 都是满族人 或者是蒙古族人 内阁总理大臣 是庆亲王一筐 他们是讲 作为这个责任内阁 这个立宪政体当中 是吧 总理大臣是不能够由 满族人 由这个亲贵来担任 也就是说 他们明确提出来 反对清政府的 清朝廷的这些皇族 来组建内阁 继续进行这种政治斗争 而雷奋等立宪派议员 那么他们考虑到 这个时候 亲王朝已经很难再依靠了 很难对他们进行信任了 那么他们看到了 立宪派要组织起来 要组建政党的必要性 那么雷奋在1911年的5月 这个5月底 就起草了立宪派政党的 一个党章 那么起草立宪派政党的名字 叫做现有会 就起草了现有会的 一个章程 还有一个政治纲领 这是1911年5月 就是离这个武商洗衣爆发 还有5个月 雷奋就开始和其他人组织政党 而且这个雷奋 和当时的另外一个立宪派议员 叫做纪中银 分别被选为现有会的 常务干事和候补干事 就这些人呢 都成了现有会当中的 这个重要成员 那么1911年 武商起义爆发了 那么很多民选议员 都从北京逃出来 那么这样呢 在司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 就是第二次常年会的时候 就造成了司政院内 民选一空的局面 就是民选议员都逃走了 那么同时 很多立宪派议员 就转向了革命派方面 那么我们同样还是看雷奋 那么武商起义之后 全国各个省的各个地区 是吧 都纷纷发表这个独立的宣言 宣布独立 上海和南京光复之后 就是在1911年的11月12号 雷奋 以江苏都督府代表的名义 和浙江都督府的代表 姚同玉 共同致电给各个省的 自义局 或者都督府 要求各个省派代表到上海 来讨论建立临时政府的问题 那么11月20号 雷奋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 各省都督府的代表联合会 就是很明显是转向了革命派方面 所以这个江苏省 这个都督府的代表 那么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议 那么稍后雷奋又以江苏代表的资格 参加了在武昌 召开的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 那么这是雷奋 那么资政院长江会当中的 其他的一些立宪派议员 一边讲 李渠 纪中银 江新 李树等等 那么这些人后来都做了 北京临时参议院的这个议员 那么这些原来亲政府 资政院当中的这些议员 是吧 很快的或者及时的转向了革命派方面 他不但进一步的 及时的壮大了革命的队营 革命的这个阵营 是吧 壮大了这种革命阵营的这种声势 有助于先下革命的成功 而且呢 有助于后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 和北京参议院 他的院内的一些意识规则的规范化 是吧 就后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 北京的临时这个参议院 他的很多意识规则 那么都是要借鉴于这个资政院的 是吧 那么这些资政院议员参加了 南京的临时参议院 北京的这个参议院 是吧 那么就使得呢 这些议员在这个参议院当中的 这个政治活动 参政活动议政活动 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 那么因此这些立先派议员 是吧 他们在中国这个宪政发展史当中 毫无疑问 也发挥出了他们的一个重大的作用 也应该有他们历史上的一席之地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 隐晦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讲到这里呢 要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资产阶级的立先派 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 确切实实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差异 那么以前人们呢 更多的是强调立先派和革命派之间 这种差异 这种矛盾 就是我们讲 资产阶级立先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 确切实实存在着很多这种矛盾和差异 那么革命派和立先派相比 可以说他是更早的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否定 他得出了一个 必须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政府 彻底推翻清王朝 建立共和国 实行民主宪政的这么一个结论 这是革命派得出的一个结论 必须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实行民主宪政 那么立先派 他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 比革命派要晚 那么这个立先派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要以合法的 比较缓和的手段 去争取实现君主立先制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在否定封建专制政体 变革封建专制政体 在这个方面 资产阶级立先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存在着彻底与否 这个否定是不是彻底 存在着彻底与否 以于这个坚决与否的这个差别 这革命派是彻底而坚决的否定封建专制 那么这个立先派相对来讲 他就不是很彻底 也不是很坚决 就是立先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 确实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矛盾 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强调 我们要看到也可以强调 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强调这一点 为什么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先派 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它不是质的差异 是什么呢 是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 进行否定的量的一种差异 是一种量的差异 程度上的一个差别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 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较高层次上的 一种政治要求 而立先派的主张 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较低层次的一种政治要求 如果说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先派之间的这种矛盾差异 那么甚至斗争 那么这些差异矛盾斗争 它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的政治派系之间的这种斗争 他们的分歧是什么呢 是中国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 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变革 变革到什么程度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是这么一种分歧 资产阶级立先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种分歧 矛盾斗争 它不具备阶级斗争的色彩 那都是资产阶级 不是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这种矛盾斗争 他们之间有分歧 分歧是什么 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通过这种什么途径 来改造中国社会 才能够适应这个形式发展 它是这么一种这种差别 那么资产阶级立先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在否定封建专制制度 改革国内政治 发展资本主义 是吧 宛威救亡 在揭露清政府这个专制面目 在这个方面 他们是具有同一性的 是有 具有一致性的 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讲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这个立先派 是吧 他们是殊途同归 走的道路看着好像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要对封建专制进行某种程度的否定 要实行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 那么区别就是革命派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而立先派是主任建立 这个资产阶级的这种 君主立先整体 那么这是讲到 资产阶级立先派和革命派之间的这种 差异和这种共同性 同一性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立先派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尽管这个立先派和这个封建统治者 他们的矛盾从形式上看不是对抗性的 我们前面讲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合法的请愿的 是吧 合并的方式来争取权利 是吧 他们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从形式上看不是对抗性的 那么但是 是吧 他这个资产阶级立先派 他们同样是作为资产阶级 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就是他们同封建 从这个封建王朝 同秦王朝之间的这个矛盾 同样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专政制度之间的抗争 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这种竞争 这种抗争 如果从这个社会政治后果方面来看 那么立宪派和封建统治者 我们可以把它看似同图 实则输归 好像走在一条路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可以是同床异梦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讲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正向 资产阶级革命派 他的革命斗争 他的民主立宪政治主张 没有能够把中国走向 能够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的道路一样 也不能够因为这个立宪派 采取了一种合法的斗争手段 他主张实行这个君主立宪 没有能够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 而简单的加以否定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资产阶级的立宪派 没有能够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 是吧 他主张走君主立宪道路 你不能够完全彻底否定他 正向不能够否定革命派一样 是吧 革命派主张特地推翻清政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实现民主政体 是吧 同样也没有能够使中国 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不能因此而否定资产阶级立宪派的 这种作用 那么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说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好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 他没有能够使中国走上 独立富强的道路 这个应该讲呢 他既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一种悲剧 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悲剧 那么同时也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一种悲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中国的资产阶级 包括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资产级革命派 他都是处在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这么一个历史条件之下的 这么一个新生的 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么一个政治力量 他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中国 这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那么也是说 无论是资产阶级立宪派 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都同样具有历史上的局限性 那么正是由于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历史的局限性 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他不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 尤其是讲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他不可能采取非常激烈的手段 那么在中国重演18世纪 法国的资产阶级 利用三级会议 类似于我们讲的是司政院 这么一个立法会议 他就不能够重演 法国的资产阶级 在18世纪 利用三级会议 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 不能够重演这么一个壮举 那么作为私事产阶级的立宪派 他们在司政院当中 我认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那么司政院当中这些立宪派 他的政治作用只能如此 就是说对于司政院当中立宪派的 他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 一方面要给予充分肯定 那么同时他们的作用又确确实实是有限的 这是我对于司政级立宪派的 这种政治上的一种评价 他的地位的这么一种评价 那么关于这个司政院当中 这个立宪派议员的这个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